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5月3号星期五 大家好 《使徒行传》上次讲到了第七章 咱们今天从第八章开始 好 司提反被害 扫罗也欣然同意 他为什么上面没有这个答的标题 他直接就来这么一句话 不知道 好 扫罗迫害教会 从那天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迫害 我知道了 他这可能是总标题 是不是司提反被害 扫罗也欣然同意 这是这张的总标题 然后下面是分标题 但他这个字体应该是电子档 对 电子档他可能不知道他怎么设置 OK 那从第一个扫罗迫害教会讲 从那天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迫害 除了使徒以外 所有的人都分布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 有些虔诚的人安葬了司提反 为他大大悲痛一番 扫罗却残害教会逐家进去 连男带女拉去坐牢 福音传到撒玛利亚 那些分散的人经过各地传扬福音真道 菲利下到撒玛利亚城宣讲基督 群众听了菲利所讲的 看见他所行的神迹都同心听了他的话 许多人有巫灵附在他们身上 巫灵大声喊了之后就出来了 还有许多摊子瘸子都医好了 在那城里就大有欢乐 有一个人名叫西门 从前在城里行过邪术 是撒玛利亚的居民旌旗 他又自名不凡 城里大大小小都听从他 说这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的人 他们听从他 因为他长久用邪术使他们旌旗 等到菲利向他们传了神的国的福音 和耶稣基督的名 他们就信了菲利 连男带女都受了洗 连西门自己也信了 他受洗之后 常和菲利在一起 看见所发生的神迹和大能的事 就觉得很惊奇 在耶路撒冷的使徒 听见撒玛利亚居民领受了神的道 就拆派彼得和约翰到他们那里去 二人到了就为大家祷告 要他们接受圣灵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 他们只是受了洗 归入耶稣的名下 于是使徒为他们按手 他们就受了圣灵 西门看见使徒一按手 就有圣灵赐下来 就拿钱给他们说 请把这权柄也给我 叫我为谁按手 谁就可以受圣灵 彼得对他说 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 因为你以神的恩赐 是以为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 你和这件事是毫无关系的 因为你在神面前存心不正 所以你要悔改 离弃这罪恶 要祈求主 也许你心中的意念可以得到赦免 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 邪恶恐绑着你 西门回答 请你们为我求主 好让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 领到我身上 使徒做了见证 讲了主的道 就回耶路撒冷去 一路上在撒玛利亚人的许多村庄传扬福音 菲利对太监传讲耶稣 有主一位使者对菲利说 起来向南走 往那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 那条路在旷野里 他就动身去了 有一个伊索皮亚人 是伊索皮亚女王 干干大机有权力的太监 掌管女王全部国库 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 他回去的时候 坐在车上读以赛亚先知的书 圣灵对菲利说 你往前去靠近那车子 菲利就跑过去 听见他读以赛亚先知的书 就问他 你所读的你明白吗 他说没有人知道 我怎能明白呢 于是请菲利上车 同他一起坐在一起 他所读的那段经文 就是他向羊被迁去宰杀 又像羊羔在假毛的人面前无声 他总是这样不开口 他受屈辱的时候 得到不公的审判 谁能说他的身世呢 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 太监对菲利说 请问先知这话是指谁说的 指他自己呢 还是指别人 菲利就开口 从这段经文开始 向他传讲 耶稣他们一路走 到了有水的地方 太监说 你看这里有水 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受洗呢 于是太监吩咐停车 菲利和他两人下到水中 菲利就给他施洗 他们从水中上来的时候 主的灵就把菲利提去了 太监再也看不见他 就欢欢喜喜的上路 后来有人在压缩 遇见菲利 他走遍各城传讲福音 直到该撒利亚 他这个好像现在这个时候 应该就是讲这些 耶稣死后他的门徒们 不耶稣死后复活升天之后 他的门徒们都在做什么 是 第九章 扫罗悔改归主 扫罗仍向主的门徒 发恐吓凶杀的话 他到大祭司那里 要求他发公函 给大马士革各会堂 如果发现奉行这道的人 准他连南带女鸡拿到耶路撒冷 他快到大马士革的时候 忽然有光从天上向他四面照射 他扑倒在地 听见有人对他说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 他说主啊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 起来进城去 你应当做的事 一定有人告诉你 同情的人 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 只是目瞪口袋的站在那里 扫罗从地上爬起来 睁开眼睛 却什么也看不见 他们牵着他的手 领他进大马士革 他三天都不能看见什么 不吃也不喝 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叫 亚拿尼亚 主在异象中对他说 亚拿尼亚 他说主啊我在这里 主说起来 到那叫直接的路上去 要到 要在犹大家里找一个大树人 名叫扫罗 你看他正在祷告 在异象中他看见一个人 名叫亚拿尼亚 进来为他按手 使他可以看得见 亚拿尼亚回答说 主啊我听见许多人 说起这个人 他在耶路撒冷 做了许多苦害你圣徒的事 并且他在这里 得到祭司长的授权 要捆绑所有有求 告你名的人 主对他说 你去吧 这人是我拣选的器皿 为要把我的名 传给外族人 君王和以色列人 我要指示他 为了我的名 他必须受许多的苦 亚拿尼亚就去了 进了那家 为扫罗按手 说扫罗弟兄 在你来的路上 向你显现的耶稣就是主 拆我来 使你可以看见 又被圣灵充满 立刻有灵状的东西 从扫罗的眼睛里掉下来 他就能看见了 于是起来受了喜 吃过了饭 就有气力了 扫罗在大马士革传道 他和大马士革的门徒 一同住了几天 随即在各会堂传讲耶稣 说他是神的儿子 听见的人都很惊奇 说在耶路撒冷 残害求告这名的 不是这个人吗 他来这里 不是要缉拿他们交给祭司长吗 然而扫罗更加有能力 驳倒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 证明耶稣是基督 扫罗在 扫罗 逃脱犹太人的谋害 过了许多日子 犹太人商议要杀掉扫罗 但他们的计谋 给扫罗知道了 他们就把各城门 日夜把守 要杀掉他 于是他的门徒 就趁夜用大篮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 扫罗到耶路撒冷 想要接近门徒 但大家都怕他 不信他是个门徒 只有巴拿巴接待他 带他去见使徒 把他怎样在路上看见主 向他说话 和他怎样在大马士革奉耶稣的名放胆讲道 都讲了出来 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一同出入奉主的名放胆讲道 并且在讲 并且与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谈论辩驳 那些人却想下手杀他 弟兄们知道了 就送他到该撒利亚 拆他去大树 往大树去 那时犹太 加利利 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到平安 被建立起来 存着敬畏主的心过生活 并且因着圣灵的激励 人数增多起来 彼得一毫 以尼亚 彼得周游各地的时候 也到了住在吕大的圣徒那里 他遇到一个人名叫以尼亚 害了瘫痪病 在床腾卧了八年 彼得对他说 以尼亚 耶稣基督医好你了 起来 收好你的褥子 他就立刻起来 所有住在吕大和沙伦的人 看见了他就归向主 彼得是多加复活 在约帕有一个女门徒 名叫戴比莎 希腊话叫多加 她为人乐善好施 那时她因病死了 有人把她洗净了 停放在楼上 离她靠近约帕 门徒听 听说彼得在那边 就派两个人去求她 说请到我们那边去 不要耽搁 彼得就动身 跟他们一同去 到了之后 他们领她上楼 所有寡妇站在彼得旁边哭 把多加和他们一起的时候 所做的内衣外衣拿给他看 叫彼得叫大家出去之后 就归下来祈祷 然后转过身来 对着尸体说 戴比莎起来 他就睁开眼睛 一看见彼得就坐了起来 彼得伸手扶他起来 叫圣徒们和寡妇都进来 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 这是传遍了约帕 就有很多人信了主 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 治疲工人西门的家里 住了许多日子 我有个问题 你说 他讲了好多这种 起死回生 或者是治好各种各样的病人 有两件事让我想起来 一个就是三毛 三毛的老公 死了之后 何熙 对何熙死了之后 他写了回忆录 还是讲了什么 说他看见了他躺在那里 何熙就动了 还有眼泪流出来 我当时看到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悲痛过度了 他就出现了幻觉 他非常确信的 三毛非常确信的写到 有时候也有采访 讲到那个音频 说他真的看见了 他流泪 他动 这个我猜是他的幻觉 还有一个是我认识一个 一对美国的夫妻 是特别虔诚的基督教徒 他们就讲有一个朋友 他们的朋友的父亲生病在医院里 在美国 然后就等着医生宣判 死亡的时间 但是等着等着 他爸爸就活了 他说是因为好多人 他们都是基督教徒 围在他车面 为他祷告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但是他们两个看起来也不像太疯的人 然后就说他们说是因为他们祷告的力量 我不知道 前两天我看见还有一个也是他父亲在中国 他的父亲死了 然后停尸房了 后来因为停尸房没电 然后没有冷冻 后来在那敲 然后有人听见声音 打开老头爬着玩 也有过这种事 所以这东西不好说 以前中国是死的人之后 都要停尸七天 然后再下葬 有的说是为了离 但是实际上有的也是说是为了确定 因为以前这种事多有发生 都出过很多次这种事 就是半截人又爬起来了 经常有死了停尸 然后下面那哭 突然一翻身站起来了 下面这都吓一跳 这有可能至于三毛 我小的时候也很喜欢三毛 看了三毛很多东西 非常喜欢它 但是年龄大了之后 你会发现三毛写的东西 有很多艺术加工和艺术夸佳的成分在里面 然后有的人就觉得三毛是骗子 但是有的时候你很难说 如果他自己信了的话 他不是骗子 那就只是疯子 是吧 实际上你看三毛自杀之前前三天 我记得写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你考虑 你觉得这个人特别的 叽叽阳光 对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这种感觉 让生活多美好 要享受生活 就三天之后自杀了 所以三毛怎么说 也是一个非常蘑菇 我觉得你说呢 是 好 我来念一章 咱俩导着念 《十周星传》第十章 戈尼流盟主指示 在该萨利亚有一个人名叫戈尼流 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 他是一个虔诚的人 他和全家都敬畏神 对人民行过许多善事 常常向神祷告 有一天 大约下午三点钟 他在异象中清清楚楚 看见神的一位天使来到他那里 对他说 戈尼流 他定睛一看 害怕起来说 主啊 什么事 天使说 你的祷告和善行已经达到神面前 蒙他纪念了 现在你要派人到约怕去 请那个名叫彼得的西门来 他在一个制皮工人西门的家里做客 房子就在海边 和他说话的天使走了之后 他就叫了两个家仆 和侍候他的一个虔诚的士兵来 把一切事向他们讲明 然后派他们到约怕去 然后呢 彼得见异象 第二天 大约正午 他们走进那座城的时候 彼得上了房顶去祷告 那家人正在准备饭的时候 彼得觉得饿了 很想吃饭 这时候他浑游向外 看见天开了 有一件东西 好像一块大布 绑着四角 降在地上 地面有地上的各样四竹的牲畜 还有昆竹和天空的飞鸟 有声音对他说 彼得起来 咋的吃 彼得说 主啊 千万不可 我从来不吃俗物和不洁的东西 第二次 又有声音对他说 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样一来三次 那件东西就立刻收回天上去了 彼得犹豫不定 不明白所看到的异象是什么意思 恰好戈尼流派来的人找到西门的家 站在门口 大声问 有没有一个名叫彼得的西门在这里做客 彼得还在思量那异物 圣灵对他说 你看 有三个人来找你 起来 下去吧 跟他们一起去 不要疑惑 因为是我拆他们来的 于是彼得下楼到他们那里说 看 我就是你们所要找的人 你们是为什么来的 他们说 百夫长戈尼流是个义人 敬畏神 全犹太族都称赞他 他得到一位圣天使的启示 请你到他家里 要听你的话 彼得就请他们进去 留他们住下 第二天 彼得动身跟他们一同去 另有约怕的几位地形同行 第三天 他们到了盖萨利亚 戈尼流已经招聚了自己的亲戚好友 在恭候他们 彼得一进去 戈尼流就迎接他 拜扶在他脚前叩拜 彼得扶起来 说起来 我也是人 彼得和他说的话就进去 看见许多人聚聚在那里 就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 犹太人本来是不准和外国人接近来往的 但神已经指示了我 不可把任何人当作凡俗或不洁的 所以我一被要求 就毫不推辞的来了 现在请问 你们请我来是为什么 戈尼流说 四天以前下午三点钟 我在家里祷告的时候 忽然有一位身穿光明衣服的人 站在我面前说 戈尼流 你的祷告已蒙垂听 你的扇行在神面前 已蒙纪念 你要派人到约帕去 请那个名叫彼得的西门来 他在海边的一个 置疲工人西门的家做客 所以我立刻派人去请你 现在你来了 好极了 我们都在神面前 要听主吩咐你的一切话 彼得对戈尼流全家讲道 彼得就开口说 我实在看出人是不偏待人的 原来在各民族中 凡敬畏他而行义的 都蒙他悦纳 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 把这道传给以色列人 你们知道 在约翰传讲西里之后 这道从加利利传遍了犹太 并且知道 神怎样用圣灵和能力 高利拿萨勒人耶稣 他到各处行善事 一毫所有被魔鬼压制的人 因为神与他同在 我们就是他在犹太之地 和耶路撒等所行一切事的见证人 他们竟然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他 神叫他第三天复活 并且使他闪现 不是闪现给所有人看 而是给神预先拣选的见证人看 就是我们这些 在他从死人中复活之后 与他一同吃喝的人 他吩咐我们向人民传讲 郑重证明他是神所立 审判活人死人的主 所有先知都为他做见证 所有信他的都必借着他的名 罪得赦免 外族人领受圣灵 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 圣灵就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 那些受了割礼 跟彼得一同来的信徒 因为圣灵的恩赐 也浇灌在外族人的身上 都很惊讶 原来听见他们讲方言 尊神为大 于是彼得说 这些人既然领受了圣灵 跟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他们受水的洗礼呢 就吩咐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后来他们请彼得住了几天 那从这开始 就是说也可以传给外族人了 我分析是这样子 就是说之前可能一直都在 犹太人里面传 因为犹太人发明了宗教 他们的语言 对吧 不是那种 就是他所谓的方言 不是那些方言 而他们自己本族的语言 那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 可能在本族里有点要传不下去了 而且在本族一直得到了这种追杀 是吧 没有办法 就只能向外族的传 最终证明的是 还是比较成功的 因为最终还是传到了外族之后 其实才大大的兴盛起来 对 因为犹太里边 他们现在我知道 大多数人还是信犹太教 犹太教跟天主教和旧教是不一样的 他们好像犹太教的 就是说只有旧约 好像是没有新约的 所以我觉得传到外族之后 反而我觉得使他加强 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的 就是说人挪活 书挪死 使得宗教得到了一个 横伯发展 一个飞跃可以说 好 第十一章 使徒行传第十一章 彼得向耶路撒冷教会报告 使徒和犹太的弟兄们 听说外族人也接受了神的道 彼得上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那些受割礼的人与他争论说 你竟然到未受割礼的人那里 跟他们一起吃饭 彼得就按着次序向他们讲解说 我在约帕城祷告的时候 浑游向外 见到异象 有一件东西好像一块大布 绑着四脚从天上降下来 一直到我们下 一直来到我面前 我定睛观察 看见里面 我在这稍微加一点 就是说加一点 这个闲板 就是说到割礼 你知道割礼是什么 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以前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听到过一种说法 就是说实际上 这个应该 就是说受割礼 就是说割礼 就是说割掉包皮 你知道吧 他们说的就是说男人 如果有包皮的话 其实不利于东西的茁壮成长 就是说如果在很小的时候 就把它割掉了之后 没有包着它 没有去保护它 它可以野蛮生长 它可以对它的生长有利 而且使得它的就是说更粗糙 它的那种忍耐的那种能力更强 所以对它是有帮助的 那么他们就是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犹太就是说要行割礼 我觉得是不是从对这个有帮助来的 而不是说与神什么的 我觉得是这样子 因为你会发现 在古代的时候很多 比如说你说古代的时候 他们反对同性恋 也是因为什么 因为它不利于交配 不利于生孩子 因为那时候人类就是说 没有抗生素 那时候没有抗生素 真的就是说 你脚上随便划了个口子 如果只要感染了 可能就死了 所以那个时候人是非常脆弱的 平均年龄可能就三十几岁 所以就需要大量的生育 让人种能够传言下去 所以任何的性行为 或者任何的这种仪式 如果对交配有利的 就应该鼓励 这生孩子对繁衍 对繁殖有利的都鼓励 对繁衍不利的都不鼓励 所以你会发现 那个时候其实不仅仅是 就是说同性恋 因为同性恋没法生孩子 就连什么这种 什么所谓的鸡肩 什么的口交这些 也是完全被禁止的 因为这些都不利于生育 所以那个时候就认为 你只要做性行为 都应该是以生育为目的 就是说 凡是不以结婚为目的 谈恋爱都是耍流氓 就这么一种观点 这是起义 就是说到这歌里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什么 你会发现 他对歌里非常的看重 对 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歌里基本上只有男的能瘦 对不对 所以你这又看出来 就是说他们还是看重男生 你发现他们传道也是 就是说 凡是受洗的 他是按男人的数量去计算的 女人 小孩什么都不管 不管 就不算在这里边 吃灯也是 五饼二鱼 养活了多少个男的 对不对 受的歌里的也是讲的 也是男的 就是说他们对女生 反而不那么看重 我觉得就从这 能看出来这么一些东西 是背后的一些东西 好吧 你刚刚讲到 有一件东西 好像一块大布 对吧 绑着四脚 从天上降下来 一直来到我面前 我定睛观察 看见里面有地上的四族牲畜 肘肘 肘肘 还有昆虫和天上的飞鸟 我也听见有声音对我说 彼得起来宰了吃 我说主啊 千万不可 因为俗物或不节的东西 从来没有进过我的口 第二次又有声音 从天上回答 神所洁净的 你不 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样一连三次之后 所有的东西都拉回天上去了 就在那个时候 有三个从该 该萨利亚派到我这里来的人 站在我住的房子门前 圣灵吩咐我 跟他们一起去 一点也不要疑惑 这六位弟兄 也跟我们一起去 我们就进了那人的家 他告诉我们 他怎样看见天使 站在他家里说 派人到约帕去 请那个叫 名叫彼得的西门来 他有话要告诉你 使你和你全家都可以得救 我一开始讲话 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 正像当初的 在我们身上一样 我就想起主说的话 约翰用水施洗 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神既然把同样的恩赐给他们 像给我们这样 信了主耶稣基督的人 我是谁 我能够阻止神吗 众人听了这些话 就漠然无声 把荣耀归给神 说这样看来 神也把悔改的心赐给外族人 使他们得生命 到这儿了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这个人 就是说彼得 彼得就是说 想把宗教传到外族去 但是担心他的同族恶人指责他 所以他就把传了人 两个人就说好了 就是说不是我要传给你的 是神叫你来找我传给你的 然后从我这儿 我也是都推给神 这样我这么说 比如说我传给外族人 对不对 你回来了 你就说你怎么能传给外族人 我说不是我要传的 是上帝让我传的 都推给神 你们好没辙 对 就这么个意思 那我说到你说到这里 我想起来在旧约里边 它是不是有一个巴别塔 对 巴别塔 它因为这些人讲通一样的话 他们要建一个巴别塔通天 上帝一看 那你们还是说不同的话 别沟通了 对 最后他就说人讲不同的话 不能沟通 但是 是来自于神的 因为我讲了 因为我学的是翻译 我就想着 他最后他现在又让外族的人 讲不同语言的人都信上帝 对 他其实建造的塔目的还是没有达到 我觉得是这样子 旧约里边的讲了这种 所谓的巴别塔 还有亚当夏娃的故事 他就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时候 他尝试着要去用人类的思维来解释 就是说人类是怎么来的 对不对 都是亚当夏娃生的 对不对 因为你如果按照他的理论来讲 就连亚洲人也是亚当夏娃生的 因为在亚当夏娃之前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的 是神创造亚当夏娃之后 才创造了人类 所以你我也都是亚当夏娃的子孙 虽然好像种类不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就分了种 这个变异 就因为当时写的那时候 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那时候可能还没见到 还没见到亚洲人和非洲人 所以如果见到的话 那时候他也会想办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当时就没见到 所以就都说 都推给亚当夏娃了 你懂我意思 然后就是说 后来 但是他们后来就发现了 就是说离得远的地方 说的语言不一样 总要给做一个解释 那都是神创造的 都是亚当夏娃的孩子 为什么最后大家说的 跟亚当夏娃的语言不一样 那么八尾塔 就是来解释这个问题 就是说当年实际上都一样 都是亚当夏娃的孩子 说的语言也一样 但是他们就要造一个通天塔 那么神就觉得 你们不能这么干 所以就把你们分开了 要赐予你们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东西 以此来解释 为什么各地的人不一样 我觉得就是说 你也要明白 那个年代 总要对这些 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对吧 可虽然到现在 我们也没有一个特别 完美的解释 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完美的解释 所以我觉得 在没有更好的解释之前 也不妨就先用这个 还有歌里 我记得以前看的非洲的一些部落 还是中东的一些地区 女孩子是有隔离的 女孩子隔离你知道是什么 就是非常残酷和 残忍的 她跟这个宗教是没有 她是什么 不一样 那个女孩子受隔离是什么 她是把女生的阴地割掉 她为什么这么做 她是因为这样子 她觉得 就是说 女人 她那个地方实际上是非常瞧不起女生的 就认为女生是父亲的财产 女儿出生的是父亲的财产 嫁人之后是老公的财产 是这么个意思 她认为 就是说 女人是用来生育的 不应该有性的快感 而且就是说 一旦你有了阴地 你长受了性的快感之后 容易犯奸淫罪 你就不听话了 你可能把你这跟着野男人跑了 知道吧 所以她干脆把你的阴地割掉 割掉之后 就没有性快感了之后 就是说就说句不太好听的 现在在美国有很多人养了狗和猫之后 就给他们就阉割 阉割他们 他们的美其名言的叫中性化 就是他的中性 就是说公猫变成了不公不母 母猫也变成了不公不母 还有狗也是这样的 那她为什么这么做 就是说因为猫狗到了一定年纪的话 如果她有了那种 发情期 她发情了之后 就开始不听话 乱咬乱闹 你知道吗 然后如果你不给她配种 她也很痛苦 你知道吗 你以前看过有 以前看过有一个人 就训她那狗 她的狗就不听话 不听话 她一看怎么办 怎么训狗 刚开始拿食物喂 后来狗到了发情期之后 她还是不听话 还是不听话 她怎么办 她就把脚搁在地上 然后勾起来 她就喊着那狗 勾起来 这么一勾 过来之后 勾了这么一个 就是这么一个形状 然后公狗就过来 就在那脚上就蹭 蹭蹭蹭蹭蹭 然后狗就有快感了 有了快感了之后 她让那狗听话 就叫她一个trick 交了之后 然后一勾脚 用一种性成活的 来训练 来训练那狗 不是以食物 她发现这个效果 比给食物效果更好 而且给食物给多了 那狗越吃越胖 也不好 你知道吗 所以 有意思 所以反正 就是说非洲的对女性的隔离 是被现代社会非常的不耻 我知道现在很多非洲的部落 还在搞这种事情 这个是很不好的 反正很不好 但是到我来就说 每个人就觉得 给你养了小动物 你就应该给它负责 就应该给它食割礼 让它没有的那种痛苦 你知道吗 但是你到过来也可以说 你是你给你的狗食了痛苦 它是没有发情了 它是没有性意不得到满足的痛苦 但是它也没有了幸福感 是不是 所以你很难说 所以老外有的时候 他的理论 你只能说 就是说你只能顺着他说 你顺着他理解就好理解 你不顺着他理解 他没法 你很难理解 你前两天 你读的翻译不也是说吗 他说欧洲人就觉得我们的理论 就是放置四海而皆准 但是如果是印度的理论的 有的时候不见得能用 对不对 就是说他叫印度一套理论 他不就说 如果弄到中国去可能是不行 因为印度和中国不一样 但那个人就说 他就会反省 但为什么每一次我们把欧洲的理论 用到中国去 我们就觉得肯定能用的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欧洲人 那就是在我们这就是一个是一个通行的 我们的价值就是普世的价值 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这种意识形态 是普世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就是说任何地方如果你跟我不一样的话 那说明你错了 那就是这么一个观点 所以算了 我们不探讨 这么探讨下去 别人又说你们这是讲圣经的 还是给老公洗地 接着讲 安提阿的教会 那些因斯提反事件遭受苦难 而斯安的门徒一直走到菲尼基 塞浦路斯安提阿 他们不对别人传讲 只对犹太人传讲 但其中有些塞浦路斯人和古利奈人 来到安提阿 还是俄 也对希腊人讲传主意 主的手与他们同在 信而归主的人就多起来 这是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 他们就派巴拿巴到安提阿去 他到了那里 看见神所施的恩 就很欢喜 劝勉众人艰辛靠主 巴拿巴是个好人 充满圣灵和信心 于是许多人归了主 后来他到大树去找扫罗 找到了就带他来安提阿 足足有一年 他们一同在教会聚集 教导了许多人 门徒称为基督徒 是从安提阿开始的 那时有几位先知 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其中一个名叫亚加布的站起来 借着圣灵指出天下要有大饥荒 这是在格老丢时期果然发生了 于是门徒决定 按照个人的力量捐款 好送给住在犹太的兄弟 他们就这样行了 由巴拿巴和扫罗经手 送到长老那里 好 要不先讲到这儿 先讲到四张 好吧 先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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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